113學年度的音樂學系 特殊選台 黃雨嫻有沒有上訪呢 音樂學系招生你的證據 我是 我是第一個 哇 這麼巨大 我是第一個 妳有看到嗎 黃圈弦 妳看到嗎 黃圈弦 這是我 這是我 黃圈弦 43歲的藝圓小嫻 22日興奮宣布 通過特殊選台的珍事 考上屏東大學的音樂學系 而且還是以第一名的資格考進 由於小嫻高中畢業 就進入演藝圈發展 每次聽到大家分享大學經歷 都很羨慕 所以想完整體驗大學生活 已經享了5 6年 今天是12月7號 就是放榜的日子 而且榜單會公佈在官網上面 113學年度的音樂學系 特殊選台 黃雨嫻有沒有上榜呢 音樂學系招生你的證據 我是第一個 哇 這麼矜盈啊 我怎麼講 第一個 你有看到嗎 黃圈弦 你看到嗎 黃圈弦 黃圈弦 這是我 這是我 黃圈弦 你考生名次排序 所以 我 好不玩 這假的吧 這真的嗎 這 那個真的是排名嗎 哈哈 懷疑耶 而且我昨天收到錄取通知單 它上面確實寫我是第一名 好 我認為現在大學生 應該很多不知道妳是誰 對 我也覺得他們不知道我那是誰 我跟你講那天我去考試的時候 我一進去學生休息室 對我有反應的全部是家長 他們的爸爸媽媽看到我就 然後小孩子 以前我們讀書比較 要一直守在 明天要考試 今天努力嘛 就這樣給它過關就好了 可是 現在的讀書應該不是過關的概念 而是 每一步都有學到 每一步 每一天都有新的學習 這樣一定是在 好 加油 加油 能夠到 大學這樣的一個 學習環境裡面去學習 我覺得 那個就是 最美麗的 青春歲月 耶 所以 要好好地享受 好 這段學習的過程 好 好 彈天愛有部分呢 不要啦 不要跟大學生同戀愛 很廢是不是 很廢是不是 很難怪耶 哈哈哈哈哈 你好歹彈天對上 也至少 至少三十幾歲幾跳的那位 哈哈哈哈哈 至少啦 哈哈哈哈哈 不 你不然要找那個 十九二十歲的 哈哈 我也覺得 笑聲一點 笑聲一點 對不起 我怕你被壞壞大學生 騙還是怎麼樣 這個全新的開始 讓我充滿了動力 想要學習新的事物 這一段旅程 不是為了刷學歷 也不是為了要混文憑 而是想要體驗生命當中 最美好 最豐富的片段 幫手 YES 至於未來會如何發展呢 好猛猛 這輩子沒有 第一名過 防守 防守 我會持續紀錄 和大家分享哦 好開心 嗨 大家好 我是吳宗憲 Jacky 無憲哥來的 我是乃哥 我是徐朗妮 我是小椅子 我是小椅子 我是尾巴桑 陳美鳥 我是曹婷 我是鄭文辰 我是順英騰 我是你的 Weekend Boyfriend Cavin 廖國雅 我是艾薇 我是蘭 我是吳宴 我是林真義 我是珍惜 我是小椅子 我是小椅子 聖誕跨年又到了 你們想齁 聖誕跨年要出來哭了嗎 想要獲得我的聖誕跨年交換禮物嗎 沒有的話呢 有準備的禮物 要跟大家交換一下 用點心思 用點情感準備的 厲害啦 馬上下載 《娛樂新聞》 馬上下載 《娛樂新聞》APP 馬上下載 《娛樂新聞》APP 如果是上 《三立新聞網》 參加投票 請到 《三立新聞網》 再投票參加 上《三立新聞網》 投票 就有機會獲得 我的交換禮物哦 加入我們的交換禮物 我的禮物非常好哦 很健康 很有feel的禮物哦 趕快下載 賜予得獎 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 祝大家聖誕節快樂 OK Happy Christmas And New Year Merry Christmas Merry Christmas